第六集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 所以就匹配了三个陌生的路人 乔晶晶想了想 再次选择了孙斌 孙斌这个英雄比起蔡文姬难度高了点 更需要一些意识 尤其是沉默大招放的位置和时间 前半段还好 于途仍旧打中单诸葛亮 时不时支援上下线 我方占据优势 到了团战 乔晶晶就有点跟不上了 射手死了两回后 开始喷 天涯括号孙上香 在公屏上打字 孙斌你是不是傻去 脏话被系统屏蔽了 乔晶晶一蒙 正打算骂回去 你才傻三个字还没打完 就见聊天栏那边 于途回应了 于途倒要 括号诸葛亮 再啰嗦我们一起挂机 天涯括号孙上香 你们一起呢 行吗 你们正负抵消了 乔晶晶觉得 这射手是不是有点怂 过了一会儿 那个射手忍不住又说话了 我说 你代没干嘛不打射手 自己代啊 于途没再搭理他 这一盘他们还是赢了 下一盘一开始 于途秒选了射手 乔晶晶愣愣地看着 苗选孙上香 并锁定的于途倒要 怎么办 心里 心里居然有点甜 乔晶晶轻轻拍了一下脸 淡定淡定 她堂堂一个微博 拥有几千万粉丝的大明星 几十上百万的礼物 都心如止水地退掉过 人家拿了一个射手带她 她就荡漾起来 像什么样啊 乔晶晶一边唾弃自己 一边飞快地选了孙斌 跟在于途后面 生怕别人抢了她的辅助围 后面又打了几局 于途选的都是射手 无论她多坑 最后都赢了 而且把把都是于途MVP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乔晶晶一边揉着 自己酸疼的手指 一边辗转反侧 喂 乔晶晶 你有没有搞错 你已经快三十了 还会因为看见 别人玩游戏这么厉害就 就这么欣赏 她说不定都已经凸了 说不定已经胖得行都没了 你在这里激动个什么劲儿了 不过 她游戏玩得真帅呀 乔晶晶有点睡不着了 脑海里还闪着 玉兔倒要各种纵横峡谷的身影 乔晶晶呼地从床上坐起来 从被窝里抓住手机 开始看她录下来的几场比赛 我是为了学习 乔晶晶一边默念着 一边点开了鱼图视角 然后就看着峡谷里那个身影 满场飞走 秀了敌方我方一脸二脸三脸四脸 睡着的时候 乔晶晶手里还抓着亮着的手机 里面传来喷塌Q的声音 接下来的日子 乔晶晶每天都过得美滋滋的 不用赶通告 没有戏要拍 舆论很平静 白天跟着阿国打打游戏 晚上抱住于途他们的大腿 只要偶尔拍个广告 出席点活动就行 当然 他更喜欢跟于途他们玩 毕竟赢得多 阿国现在也很有劲头 虽然乔晶晶这个学生 游戏天赋一般 但是他自信呢 每天无论受到多大的打击 承受几次失败 只要回去休息一晚上 第二天就仍然能够精神饱满 信心十足地继续打下去 要不怎么说 明星也不是人人能当的呢 看看这份坚韧 只是 他回去的时间越来越早了 是怎么回事 这天 乔晶晶又五点钟 就说要回家了 理由是 要回家练一下马甲线 其实是他刚刚偷偷登录了一下小号 发现于途和史莱姆包在打游戏 打算回去跟他们玩 至于为啥不告诉灵姐他们 绝世高手 当然要突然练成才有趣啊 结果等他回到了家 于途却已经下线了 乔晶晶郁闷地切了一盘水果当晚餐 生无可恋地吃着 佩佩突然打电话过来了 她的声音有点小兴奋 晶晶 我们高中班级群里有人发那个造谣的帖子了 大家正在骂那个造谣的人呢 然后你猜怎么着 乔晶晶有点心不在焉 怎么 于途出来说话了 乔晶晶一正 佩佩唧里呱啦地说道 其实除了骂造谣的 也有几个说酸话的 结果于途出来一说话啊 他们立刻被打脸不支声了 乔晶晶定神 把她的画截图给我看看 很快 佩佩就发来一张截图过来了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如果有谁还和乔晶晶有联系 带我说一声抱歉 如果有需要解释的地方 我会配合 乔晶晶盯着图片看了好半天 向我道歉 她有什么错需要道歉 还配合解释 能怎么配合啊 难道我也要发过公告吗 真是一点都不懂娱乐圈 嗯 真心要道歉的话 还不如好好带我打游戏 跑到圈里聊什么天 乔晶晶把于途那两句话 反复地看了两遍 迅速地把水果吃完 然后戳进游戏里 十分大方地 送了于途两个皮肤 城市已经彻底被夜色笼罩 于途关了微信界面 有些烦闷 从茶几上拿了一根宅亮的烟 走到阳台 淡淡的烟草味中 她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 宅亮拿着罐啤酒 走到她身旁 怎么 又被劝了 不是 高中群里的事 于途不想多说 草草带过 还以为你同事来 劝你回去呢 倒是有以前辞职的同事 让我下定决心出来 所以你还在犹豫什么呀 年薪百万和二十来万 还累死累活的 很难选吗 哪来的年薪百万啊 怎么没有啊 你本科毕业那会儿 拿的那几个offer 随便哪个做到现在也年薪几百万了吧 傻兮兮的读什么航天方向的研究生博士 你天天加班也就拿个二十出头 功课个难题给五千块 你就不觉得对不起你的智商吗 最起码 最起码那样 你和夏晴不会分手吧 陈年往事就不要提了 我 我看你早晚后悔 你以后去哪儿找这么聪明漂亮的老婆 总之比你好找 你 我呸 你还不是靠脸 过了一会儿 翟亮又开口 理想和情怀不能当饭吃的 下定决心就出来了 你都三十了 还要我说这个吗 又不幼稚 我答应过老师考虑一个月 院士套路也这么深 我还以为都是老技术宅呢 我跟你思想学物不一样啊 老子这么辛苦才念出来 一定要去赚最多的钱 过最好的日子 现在的社会 明星演演戏唱个歌 几千万 出个鬼怀个运都能上头条 你们把火箭卫星送上天 你去问问 谁知道你们的名字 谁知道你们一年才赚那么点钱呀 于途静静地抽着烟 你最近算不算是人生中最颓废的日子 每天窝在家里打游戏 其实你可以去北京逛逛嘛 见点老同学什么的 我可听说了啊 下情也还单着呢 说不定你现在去啊 还能再去钱园什么的 他说着说着 像是发现了什么 有点兴奋 我说 你都单了那么多年了 是不是心里还 不是 于途打断了他 翟亮黑了一声 嘿 搞不懂你 翟亮一口气把酒都喝了 拍拍肩膀 放于途一个人待着 于途抽完烟回到客厅 闭目靠着沙发上 他想起那天他去辞职 老师惊诧痛心的眼神 最后说 这些年 你也很累 假期一天都没休 把这些假都休了再说吧 这一个多月 你好好考虑 如果那时候 还想离开 我同意 其实哪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各种得失 他早就清楚 不过是要一个抉择 而他 现在不想去想 他睁开眼睛 拿起手机 点进了游戏 本集结束咯 如果喜欢 就订阅分享 五星好评 记得分享哦 主播在这里 感谢你啦 第七集 线上一直没有人 乔晶晶百无聊赖的 玩了一局一对一人机 一对一人机 当然不能选辅助英雄 他选了于途 常玩的诸葛亮 结果差点被电脑虐了 这英雄简直难玩死了 于途到底是怎么在人群中 杀尽又杀出的 和电脑生死之战了好一会儿 乔晶晶结束了游戏 退出了这一局 再看好友兰 于途已经上线了 他应该看见 他送的礼物了吧 作为一个矜持骄傲的女明星 乔晶晶耐心的 等着于途拉他游戏 结果好一会儿 都没反应 乔晶晶正怀疑自己的投资 打了水漂 手机上方 却跳出QQ信息提示框 不用爽皮肤 乔晶晶正了一下 才点开QQ 他没想到于途 会在QQ上和他说话 于途那句话 固灵灵地显示在 对话框的左上方 乔晶晶看着 突然有点失神 好像好久好久以前 那个才十几岁的他 每天都盼望着 这个对话框里 会出现这样一句 他先开始的话 没想到实现这个愿望 居然是十年之后了 物飞人也飞 乔晶晶为昔日的少女心事 笑着摇里摇头 但一时却不知道 回复什么了 他放下手机 去跑步机上跑了一会儿 中途接到灵姐的电话 告知他明天 他们全家亲子活动 他不用去工作室训练了 挂了电话 乔晶晶握着手机 不知怎么的 一个大胆的想法 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他来不及思索 打开QQ 敲出去一行字 我能不能请你 当我的教练 于途直接敲了一个问号过来 乔晶晶捧着手机 越想越觉得 自己这神来之笔十分正确 他现在也发现了 于途虽然是钻石 但比灵姐家的阿国水平高多了 跟着他打 也比跟着阿国打进步更快 如果他也能像阿国那样 专门教他 那他肯定进步神速啊 但是怎么说服于途 当他这个陌生人的教练呢 于途这种 当年连他都能拒绝的男人 实在很难搞啊 乔晶晶也不着急回答他 抓着手机在客厅里转悠了两圈 然后打电话给小猪 小猪 你让丹丹立刻帮我做个图 内容就是一家单位 要组织一场王者荣耀的员工比赛 单位随便编一个 高大上一点 一看就很潮的那种 十分钟给我 小猪觉得自家艺人最近的要求 都十分诡异 但还是尽职地去办了 十分钟后 乔晶晶把丹丹 十万火急赶出来的图 发给了于途 我们单位要组织王者荣耀的比赛 我想赢他好看一点 对我以后工作有帮助 难道你们单位 不举办活动 朗读比赛算不算 乔晶晶都好奇了 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大学他读的不是金融吗 那些投行什么的不是很时髦吗 搞朗读比赛 不过现在不是满足好奇心的时候 我报了名了 但是其实我根本不会玩 又不能让单位同事发现我根本不会 我觉得你还是找别人更好 我随时可能会不玩这个游戏 为什么 于途心里有些烦躁 居然跟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家的网友聊那么久 但是出于礼貌 还是解释了一下 最近在休假 随时都可能结束假期 而且 其实我也才玩了没多久 没多久就这么厉害 乔晶晶更激动了 那是不是说明 他也有指望这么牛 说起来当年他的成绩 虽然没有于途好 但是后来努力一下 也到了第二梯队的 乔晶晶眼珠子转了转 那我们平时打的时候 你能多指点我一下吗 比如告诉我哪里不对啊 应该怎么做 这样可以吗 哪天你不打了 我再去找别人 于途大神 拜托了 补了一个可怜兮兮的表情助阵 过了好一会儿 于途才回答 嗯 可以 乔晶晶晶以我拳 OK了 慢慢来 答应了第一步 第二步 还会远吗 等等 他的第二步是什么 不过乔晶晶下意识地 跳过了这个问题 笑咪咪地打字 那让我们 立刻开始吧 不等于途回答 乔晶晶直接切换到了游戏界面 然后直接把邀请 发到了QQ里 于途看着QQ对话框里 跳出来的链接 路由得有点恍惚 他好像明明拒绝了它 怎么现在 却有种答应了的感觉 两人匹配了三个路人 开始了战斗 在选择英雄的界面 乔晶晶依旧选了蔡文基 结果队友居然又选了牛魔和大乔 这样辅助就太多了 于途直接敲字 你用王昭君 乔晶晶从来没有用过王昭君 倒是见对手用过 好像挺厉害的 反正有于途在 他是无所畏惧的 于是选定了王昭君 十八分钟后 他光荣地奉上了 零杠八的战绩 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 杀了他三四回的对方中单 还给他点了个赞 乔晶晶感觉受到了羞辱 他气愤地回到QQ说话 对方中单居然给我点了个赞 稍等 一会儿他发了个游戏邀请过来 乔晶晶点进去 看见了熟悉的队友 好慌他们 首可摘棉花问 我还是用王昭君 因为没有路人在 于途就开了语音 你们单位比赛的话 大概率是征召模式 蔡文基很可能被禁 而且这个英雄带不起节奏 逆风没有什么用 新手有王昭君还不错 乔晶晶也开了语音 可是我不会啊 他技能挺简单 一技能伤害加减速 二技能冰冻 三技能下雨 连招一二三 召唤师技能你改成闪现 乔晶晶联盟改了一下 好慌插口 等一下等一下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什么单位比赛 选英雄的时间已到 进入游戏后 乔晶晶回答他 是我们单位组织 王者荣耀比赛 所以我请于途大神教我一下 好慌发了一连串 意味不明的字符 史莱姆包说 于途教人还是可以的 翟亮就是成果 开始他活武炸成啥样啊 好慌不服气 我就看了一回 学习了一下执法 后面都是靠我自己意识 好好吧 还有执法 乔晶晶好学地问 王昭君有什么执法吗 2001说 不存在吧 听起来好像这个英雄很简单啊 这句表现 乔晶晶稍微好了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最后是2-7-2的成绩 于途到最后才提醒了几句 二级能注意预判 开大的时候可以用闪现调整位置 刺客打你的时候 你在自己的脚下放二级的 乔晶晶连忙记住了 接着又用王昭君打了三局 渐渐找到了玩这个英雄的乐趣 有时候运气好 冻住脆皮开个大 还是比玩蔡文姬更有成就感的 第五局 他又拿了王昭君 结果独调的时候 他发现对方队伍里 居然也有一个王昭君 在这个游戏里撞英雄 对乔晶晶来说 简直比走红毯撞山还恐怖 撞山一般他都能赢 反正是别人尴尬 游戏里肯定尴尬的是他呀 乔晶晶分外的紧张 导致这一局打得还不如之前 被对方王昭君动来动去 死得十分凄美 一局结束后 于途是胜方MVP 对方王昭君是败方MVP 乔晶晶想了想 郁闷地把这一局的视频 保存了下来 本集结束咯 喜欢就订阅分享吧 我们下集见 第八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乔晶晶把第五局的视频 拿出来看 用的是对方王昭君的视角 看他怎么钻草丛阴人 团战中怎么占位 感觉颇有收获 当然 他得努力忘记 那个笨拙的猪对手 是他自己 唉 没想到当年 他学演戏要反复地 观摩前辈的视频 打游戏居然也要看 上天造物的时候 一定是给他的美貌值太高了 于是各种天赋点 只能省一点了吧 乔晶晶颇为有逻辑地 联系着自己 第五局的视频看了两遍 他还是没什么睡意 于是又随意点了前几天 和于途组队的一场匹配看 切了于途的视角 于途用的是诸葛亮 一贯地秀天秀地 开局八分钟的时候 撕血的诸葛亮 被对方三分之一血的射手追杀 连续交技能和闪现逃生 对方射手见他已经跑了 便安心地在自家野区打野 谁知道 诸葛亮却悄悄地折了回来 躲在了旁边的草丛里 在射手路过的时候 一个异技能家大招 直接收割了人头 乔晶晶想起那会儿 对方射手暴跳如雷 连骂诸葛亮太阴 不由若有所思 很快他便得出了结论 嗯 我也要阴一点 他之所以一直打不过别人 就是因为太正直了 打游戏这事 其实也是需要顿悟的 乔晶晶突然就领会了 要猥琐的真谛 水平就飞速地上升了一截 再刚好慌他们打的时候 终于不那么严重地拖后腿了 有一次运气极好地 冻住三个盘行 紧张地赶紧开大 居然拿到了人生中 第一个三连决胜 好慌他们给他打六六 足足赞美了一波 乔晶晶也很得意 把视频录下来自我欣赏 然而夜深人静 一个人复盘的时候 却发现他三杀的时候 于途就在旁边 站着没打 这个三杀 居然是于途让的 他有些郁闷地打开QQ 趴在床上打字 我三杀那会儿 你故意让我打 没想到于途居然在线 过了几分钟回复他 我的经济足够 你拿人头比较合适 乔晶晶捧着脸 顺手改了个ID 也等着过了几分钟 才回复过去 谢谢 当灵姐想起自家一人 居然已经连续好几天 请假不去工作室后 直接就杀上他家去了 开了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就听到王者荣耀的音效 从乔晶晶手上的手机里 传出来 这 好像没在头了 乔晶晶头也不抬的 回头往屋里走 灵姐赶紧追上去 然后就眼睁睁看着乔晶晶 用王昭君拿了个MVP 战绩八杀三死 简直目瞪口呆 你这是人机 你猜人机 乔晶晶白了他一眼 单人排位好吗 自从三杀培养自信后 乔晶晶就偷偷一个人去排位了 一开始很紧张 结果发现青铜什么的 很好打嘛 灵姐这下真的惊了 不得了 居然有胆子一个人去单排了 我已经黄金四了 都是单排上去的 喂 你这是吃什么药了 这么厉害 天赋 厉害厉害 阿光没教你这个吧 你自己练的 其实我找了一个游戏高手 让他带我的 我觉得他比阿国还要厉害很多 灵姐敬业的担心了一下 喂 他可靠不可靠 不会爆料吧 放心 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网友 那怎么教啊 开语音啊 告诉我技能怎么用 怎么走位该干嘛 我去喝个水 沉迷游戏导致口干 乔晶晶把手机塞给了灵姐 就是我好友里的那个玉兔导药 你点头像可以看战记的 灵姐拿过手机 好奇地点开头像 看对战资料 一看之下 不由得有点择舌 胜率高就算了 全场最佳比例也是气高 再看到常用的英雄里面 诸葛亮的胜率 居然高达百分之九十几 他服气了 是比我家阿国厉害 灵姐把手机还给他 放心的同时 又觉得遗憾 哎呀 要是现实中 有这么可靠 有玩得好的人 直接面对面教你 更快吧 灵姐掩者无心 乔晶晶却是心中一动 于途 本来就是现实中的人了 如果他直接教我 会是什么样子 说起来也是奇怪 都过去好几天了 他的假期好像还没结束 而且每天都在游戏里 假期有这么过的吗 他现在到底在做什么呢 总感觉不太像金融圈的人啊 等灵姐走了 乔晶晶戳戳了一下 于途的QQ 兔神 你的假期就在家里打游戏啊 于途没有回复的 乔晶晶越想越好奇 等不及于途回答 又去戳了一下佩佩的微信 她问得很有技巧 佩佩 我们班有啥 现在工作很牛的同学吗 不就是你吗 我是说以前成绩特别好的那批 都在做什么 哦 他们 嗯 琪琪在一个图书公司 当总编辑了 王江在一个500强 当到副总了吧 嗯 还有呢 孙秀在市长秘书办公室 还有杜佳 好像在阿里 收入很高的 嗯 哦 对了对了 还有那个谁 三分钟后 于途呢 佩佩不知道去干嘛了 一直都不回复 乔晶晶简直恨不得穿过微信 把她揪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 佩佩才回复的 于途 好像是在上海的航天所吧 航天 居然是航天 乔晶晶坐着了身体 急急地追问 可她大学读的不是金融吗 嗯 你咋记得那么清楚啊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去航天了 你们这个干嘛 乔晶晶扔了手机 不打算再回她了 又过了几分钟 佩佩突然发了两张截图过来 上面是高中同学群里的一段对话 丁超群在群里碍到了于途 于途 上次买了你朋友圈发的 你们所的空气净化器 忽然坏了 打维修电话打不通 你能不能帮忙问问啊 刚打通了 说要到明天晚上才能过来修 这孩子房间里用的 你能不能打个招呼提前一点 孩子本来感冒就咳嗽 李明在下面回复丁超群 于途还卖计划器 他们所研发的明用什么的吧 我想航天科技肯定流 也是没想到 于途回复了丁超群 便爱到了他 哪里坏了 启动不了 你家是不是在闽航这边 对 好 那我直接去帮你看看 乔晶晶十分仔细地 把对话看了一遍 然后谴责佩佩乱发图片 你发这个给我干嘛 昨天群里的 我刚想起来就给你看看呗 人家的确是搞航天的嘛 是啊 居然是航天 原来他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乔晶晶想起那个 在航天论坛上 侃侃而谈的男孩子 少年时代的于途 突然在眼前 无比清晰起来 渐渐 又和游戏里那个 玉兔导药 融合在了一起 乔晶晶突然 升起无限的好奇 于途现在 会是什么样子了呢 如果有一天 他们在人群中偶然碰见 应该会很有趣吧 可惜他没法 随心所欲地到处溜达 所以大概也不会有任何的偶遇 窗外雾矮沉沉 高楼远眺 看不清这个城市的模样 乔晶晶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 发了好一阵子呆 不知怎么的 突然心中一动 脑海中闪电一般 批过了一个想法 他抓过手机 有些兴奋的打字 拍拍 你把于途发的那个 净化器广告给我看看 本集结束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沈念如的其他作品哦 下集见 第九集 于是第二天晚上 老五人组 玉兔倒药 药开学了好荒 史莱姆包 龙王2001 以及手可摘棉花 一起组队匹配的时候 乔晶晶开始了他的表演 先是颇有层次地咳嗽了两声 然后抱怨 上海的雾霾好大啊 你们那儿有雾霾吗 于途一般非必要不说话 好慌罪配合 我和于途也在上海呢 巧啊 另外两个 也纷纷抱了坐标 一个在杭州 一个在武汉 并表示大家同雾霾 共命运 乔晶晶顺势往下演 你们都用的 什么台子净化器啊 我家买了一台 玉兔空气净化器 结果没用几天就坏了 跑在他面前的玉兔倒药 突然停顿了一下 乔晶晶嘴角上扬 好慌叫了起来 玉兔空气净化器 玉兔 那个不是你们那搞东西吗 乔晶晶给好慌点了个赞 这接系能力一等一啊 不枉他选择 大家一起匹配的时候说 乔晶晶的声音 充满了意外和惊讶 啊 这个计划器 是玉兔大神 你们公司的产品啊 我就是看名字 和你一样才拿的 没想到这么巧 好 是我们一个实验室 跟外面合作的 你换个插座试试 我有个同学也买了 也说启动不了 我去看了一下 结果 是他家里的插座问题 这同学怎么把他的招数抢了 乔晶晶硬着头皮 换过插座了 也不行 打电话给维修的说 要排到后天 可是家里的老人 咳嗽得很严重 你们这合作单位 售后不太行啊 玉兔 你去帮棉花看看 一个赞给好慌 简直已经不够了呀 乔晶晶决定 找个机会 送他全套皮肤 玉兔没说话 乔晶晶的声音 充满了期待 玉兔大神还懂这个 那当然了 他可是兼职 排除故障专家 那玉兔大神 你能不能帮我的 精华器看看 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 这么容易 乔晶晶正意外 就听玉兔接着说 我让那个实验室的人 去打个招呼 先去你家看看 就知道没那么容易 当年他加他个QQ都那么难 怎么可能轻易去女王有家 还好 他还有大招 谢谢 不过 其实这已经是第二次回修了 感觉就算来了也没啥用 这么不靠谱啊 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我还想买来着呢 玉兔你们行不行啊 就是啊 我是看广告说 用了航天技术才买的 没想到 乔晶晶一边说 一边内心默默忏悔一波 对不起啊 足够伟大的航天技术 回头一定给你们加血 维修的没说是哪里的问题 我看他们也很为难的样子 好像也找不出问题在哪 玉兔 要不你去看看 乔晶晶没再说话 就怕说多了 过犹不及 玉兔杀了对方一个花木兰才开口 你和你父母一起捉 乔晶晶眼睛一亮 连忙回答 是啊 他们现在在不在 乔晶晶按捺着激动 在 又安静了一会儿 玉兔说 方便的话 我过去看看 乔晶晶差点跳起来 成功了 他还当什么演员啊 他应该去当编剧才对 乔晶晶沉住气 一派稳重的明知故问 我家在浦东 会不会有点远啊 太麻烦你了吧 没关系 把地址发我 一举打完 大家都退出了游戏 翟亮奔到了 玉兔的房间 玉兔你无聊不无聊 还要选在 人家父母在家的时候去 玉兔拿起外套往外走 你无不无聊 城市的另一边 乔晶晶放下手机 急急忙忙地走出卧室 对着在客厅里 守着的小猪说 小猪 快 把那个新买的净化器 包装拆了 说完急匆匆地 回到卧室化妆去了 半个小时后出来 抓住小猪 把她的视线掰向自己的脸 看看妆 是不是浓了点 一张精致的顶级美颜 近在咫尺 小猪虽然天天看见 此时仍然是呆了一下 乔晶晶放开她 果然是浓了点 嘀咕着回了卧室 小猪顶了一头问号 过了十五分钟 乔晶晶再出来 已经换了个 清新可爱的新妆容 穿着一条宽松的大毛衣 露着纤细白石的长腿 绑着松松的马尾 活脱脱一个 清新可爱的美少女 怎么样 够少女不 要是换个人 小猪大概会说 够不要脸的 但此刻 只能恍恍惚惚 加心悦诚服地说 少女少女 所以静静 你到底要干嘛呀 都这么晚了 变什么妆啊 乔晶晶满意地拍了拍手 走向净化器 破坏净化器 于途随着人流走出了地铁站 一阵夜风吹来 他放慢了脚步 突然觉得这一切 有点不可思议 没想到他也有见网友的一天 不过生命的奇妙 大概就在于不可预测 就像几年前 他坚信自己 要为兴趣和理想奋斗终生 最终 却还是败给了现实 棉花给的地址 离地铁站并不远 十分钟就走到了 小区看上去 保安十分严格 门口已经有个 二十多岁的女孩子 在那里等着 那个女孩子捏着手机 从她出现 就表情十分激动地盯着她 于途走过去 棉花 女孩立刻十分慢话地握着指头 压住自己的嘴 瞪着她 上上下下地打量一番 激动得不行的样子 好半天 才磕磕绊绊地说 不是不是 我不是 我是她助理 她在家里等你 我带你过去 这个声音 的确不是棉花 可棉花不是说 她是职场新人 怎么会有助理 于途有些疑惑 不过 还是跟上了她的脚步 一路上 女孩时不时 扭头偷偷打量她 有次 正好撞上了于途的视线 立刻尴尬了 那个 我叫小猪 在最里面的一栋 有点远 于途点点头 没事 又走了几分钟 就快到了 小猪带着于途 快步往前 突然 她停住了脚步 看着前面吃惊地喊 诶 江江 你怎么自己下来了 晶晶 于途脑海中 突然闪过了什么 瞬间抬眼望去 然后整个人就正住了 不远处的大堂里 灯光明亮 一个纤细高挑的女子 站在那里 正微微仰着头 在看大厅的布告 她侧对着她 戴着大大的帽子和口罩 整个脸庞 只露出一双 深邃明亮的眼睛 却把整个场景衬托得 像是一副 无可挑剔的光影照片 听到声音 长长的睫毛动了一下 她转过头来 那双灵动的眼眸 一下子就看向了她 似乎凝视了几秒 然后闪过了一丝 醋暇的笑意 我怕待会儿有人觉得 我太大牌了 所以下来迎接一下啊 是乔晶晶 高考一别以来 他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 或者这么说也不对 其实她到处可以见到她 在各种新闻媒体 各种大小屏幕 甚至地铁广告 公车站牌上 处处都有她的身影 看着不远处 那个朝她迎然而笑的女子 于途不能免俗地恍惚觉得 她大概 遇见了一个奇遇 乔晶晶也在看着于途 她想 有句话很流行的 怎么说来着 啊 好像是 归来仍是少年 她在滚滚红尘中奔波名利 而这个人却一如既往 眼神清澈 本集播讲完毕 下方评论喜已就位 还不赶快留下你的足迹 第十集 时光恍若流水 一时间 气氛有些枉然 于途先回过神来 好久不见 乔晶晶点点头 也说 好久不见 于途沉默了一会儿 提议 我们去看看你的净化器 我在家里 蹲了好几天没出门了 有点头晕眼花 不如 我们先出去走走 于途微挑眉头 唉 是这样 乔晶晶嘴上 唉声叹气着 表情却很灵活 本来呢 我想用 煤通电这个大招的 没想到 丁超群已经用了 我对着 这么可爱的净化器 实在有点 舍不得去破坏它 所以 它正在好好工作 于途的神色 有一丝意外 最后犹豫了一下说 外面挺冷的 乔晶晶愣了一下 顺着于途的目光 看向自己的腿 看见于途 飞快地撇开视线 他心中暗笑 好 我上去换个衣服 乔晶晶家小区 出去没几步 便是沿着 黄浦江的 滨江大道 虽然和外滩 只有一江之隔 这里却人烟稀少多了 乔晶晶 加了条长裤 又把头发放了下来 再戴上帽子 口罩 瓶光镜 整个人遮得 严严实实的 根本看不清长相 只是他做明星久了 举手投足间 天然戴着一种 引人注目的气质 再加上旁边一身 风衣挺拔出众的鱼图 两人走在一起 难免引得路人 频频侧目 乔晶晶突然说 我觉得跟你走在一起 有点不安全 这话是不是应该我来说 他才是应该担心 随时被他粉丝发现的人吧 不是 我有时候跟小猪 就是刚刚那个妹子 出来散步一下 真的没那么多人看我们 乔晶晶在毛衣的 巨大口袋里摸了一下 居然摸出来一个口罩递给他 别连累我被发现啊 会上头条的 与途十分怀疑 他一个大男人 戴着一个粉色的口罩 难道不会更引人注目 而乔晶晶口袋里 居然正好有一个口罩 这是不是太巧了 回想这阵子 和他打游戏的种种 以及今天被骗过来的经过 于途十分确定 这大概不是巧合 可乔晶晶举着的手 实在太执着 于途只好结果 戴上了口罩 然后就看见乔晶晶 眼睛得意地弯了一下 他心中也是一闪 着实没想到 这位高中同学 这么的同趣 戴好口罩 两个人又往前走了一段路 于途看乔晶晶一派悠闲自在 完全不打算说话的样子 只好先开口问出自己的疑惑 你怎么会和我打游戏 乔晶晶好像在走神 闻眼扭头 眼睛眨了眨 你要亲我的呀 拉错了你忘了 于途当然没忘 但是 你怎么会 在我QQ好友里 乔晶晶郁闷了 这种曾经用小号偷偷加你QQ的事 需要解释吗 他美眸一瞥 气势十足地反问 你健忘症 于途顿时明白了 不由也有一丝尴尬 你是不是还想问 我今天找你来干什么 发现大家都有点尬聊的趋势 乔晶晶决定 还是快点进入正题 于途看向他 静待下文 乔晶晶想了想 问他 你有没有微博 于途点头 嗯 有 那你登陆去我微博看看 于途看了他一眼 拿出手机登陆微博 找到了乔晶晶的微博页面 然后就看见了他最新发的微博 刚刚买了个超可爱的兔子进化器 很好用 关键是 超萌有没有 下面带了一个 他比着兔子耳朵和进化器一起的自拍 于途的目光 在图片上停留了一瞬 他下拉了一下评论 才发没多久 评论就已经破五万了 还在不断上升中 大兜都是喊着 有有有 女神好萌 女神推荐的进化器 买买买之类的回复 恰在此时 手机界面上 弹出一则微信提示 哇 我们这么有钱啊 居然请了女明星打广告 于途点进去 微信上研究所的大工作群里 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大概有三四个人 同时发了乔晶晶的微博截图 乔晶晶那么红 发这么一条多少钱呢 at 协月一轮 你老公不是在那个合作公司吗 去问问 问了 他说他们没请 之前问过小明星都要三十万一条 怎么敢想乔晶晶啊 老公说淘宝地卖空了 还有好多订单 备货少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啊 话说之前唯一的宣传 就是所有员工发一轮朋友圈吧 这就牛炸了 于途收起手机 抬头看乔晶晶 为什么 乔晶晶眸光流转 反正我也没有这类代言 又不冲突 发一下支持祖国航天事业啊 于途注视他片刻 突然一笑 谢谢 说完便继续往前走 乔晶晶傻眼 等等 一追上去 才发现于途眼中 带着微微的笑意 乔晶晶顿觉受骗 有点恼了 你太不厚道了 我以为不厚道 是骗我说 单位要打王者荣耀的比赛 乔晶晶有点心虚 但很快 理直气壮 我 我也不算骗你啊 我的确要去 打王者荣耀比赛 于途微微抬眉 表达出一丝疑惑 你知不知道 我代言了王者荣耀 于途点头道 有阵子打开游戏 会有你再从明文的活动 哦 总之 差不多一个月后 我要去和职业选手 同台比赛 乔晶晶也懒得解释了 你把我微博往前翻一翻就知道了 几分钟后 于途翻完了微博 所以下个月 你要去KPL现场比赛 跟抽中的幸运玩家 嗯 五个幸运玩家 加上我六个人 所以还有四个职业选手 有职业选手参加 这事还没公布 于途沉默了 乔晶晶 有些忐忑地问于途 你觉得我的游戏水平怎么样 去打比赛的话 于途酝酿了片刻 客观地评价 队伍里再多一个你 我估计也赢不了 乔晶晶郁闷地瞪了他一眼 所以 于途沉吟 你想让我教你 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力呀 乔晶晶故作淡然 可以吗 不是之前网上那种 那种效率有点低 最好是现场面对面交 反正你休假 应该不耽误你工作吧 乔晶晶心里突然有点扭捏 当然脸上 还是那么毫无破绽 十分地云淡风轻 于途有些为难 我没有看过职业比赛 不知道他们水平怎么样 所以 也不知道能不能教你 这个没关系吧 反正我也不可能找别人教 你知道的 于途才看过他的微博 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不过 他注视着他 你信任我 嗯 乔晶晶有点莫名 你是我同学啊 而且又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于途还能说什么 心里长长地叹了口气 突然觉得有点好笑 他想起很久以前 高一的时候 有一天一个女孩子 突然跑到他面前 盛气凌人地说 于途 你教我数学吧 我请你吃肯德基 和其相似 他忘了那个时候 他为什么拒绝 此刻 却似乎没什么拒绝的理由 而他 也的确无所事事 于是点点头说 嗯 好 反倒是乔晶晶愣 愣住了 虽然他之前自信满满地觉得 自己都开口了 他肯定会答应 但是居然这么简单 真的 嗯 心甘情愿的哦 于途点头 乔晶晶高兴起来 立刻往回走 那不逛了 我们回去打游戏吧 于途简直要跟不上 他的节奏 你父母在 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谁跟你说我父母在的 他们在老家啊 乔晶晶立刻把上一个 剧本格式化了 兴高采烈地说 我家只有兔子净化器 本集播讲完毕 下方评论洗蟹就位 还不赶快留下你的足迹